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8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月途收市时 金额是进了一个下跌 昨天也有跟大家说过 估计会有趋势出现 昨天告诉大家 从5月份开始 月头月尾似乎是一个对金或其他贵金属 算是一个转向的时机 包括5月份跌至5月尾到6月 再进入英国脱欧时反弹 反而去到8月头 四个贵金属都在做同一时间 做得比较相对较好的时候 但之后可以说整个8月份都会向下 代表8月份下跌后 最后9月份是否真的上升 如果看走势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 再进入一步下跌 但这个下跌大家应该知道 最主要原因是由上周五开始 由银行链链会走下来 昨天的金属最低下跌到13.04 虽然每日下跌5元 星期一回来日下跌是13.4元 星期二日下跌是13.10元 昨天的日下跌是13.04元 即是5元5元5元日 今早早见到金属下跌 现在做一些反弹 我看昨天的建议 昨天给了两个建议大家 建议大家13.04元买 目标放了13.18元和26元 我放了0.2元 上面仍然有建议大家沽 但价格可能会软了一点 我放了13.33元才建议大家沽 因为我不想追水尾 很坏不坏呢 结果昨天的日下跌是13.04.12元 差6元 如果不是买到日下跌了 这真是有点可惜 不过亦都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你会看到一件事 就算你看到金属下跌也好 你发觉金属下跌不是很弱的那种下跌 你可以说是一级一级走 如果我走去穿位再追 其实不是一个 值得大家可以说是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反而你会看到 我宁愿试下计价格出来 反而在下面捞一下 反而会方便一点 现在都看到 其实昨天我们捞的价是差了一点 今天怎样看呢 可能今天我仍然会建议大家 在这些价格试下买 因为刚才一开始都说过 会否真是九月份开始就过 会有个调整 或者叫做有个新的方向 而金其实整个八月份 AR可以说一路这样下跌 只是说 刚好 日落就刚好 在八月尾最后那一天 你暂时当是这样 最后那一天做到这个价 今早一回来做个小型价底 我想这些价格会博大家买 以及昨天都建议大家买 所以可以这样看 至于你说详细的 入市价 可能我就要量 因为始终有一个新的月份 可能都要看看月图收市 究竟有没有形态改变了 还有因为 由上个月开始 已经 比较积极点 去给多个单月盈利 昨天上个月第一次给 就好像看下效果不太好 希望今个月做好一点 今天节目先做到这里